那么时间呢,进入到了21世纪之后啊,好莱坞对中国市场出现了两种态度。第一种态度是呢,中国市场太大了。每当好莱坞有一部进口大品,那票房层层的高。我举个例子啊,像2014年上映的变形金刚四。 这个片子在我看就是个烂票。什么过程情节没有?麦克尔被拍这个,我感觉就是为了圈钱,轰隆轰隆机器,反正我看的时候是睡着了,这片子。 在好莱坞那边呢,说白了票房也不怎么样,多少呢?两亿四千万美元。有人说这不少了,你得那么想啊,变形金刚原来是多好的一个牌子啊,添点东西就能卖钱。 说两亿四千万美元不低了,他制作成本多少?两亿一千万美元。制作成本两亿一,卖了两亿四,他是赔了的,亏一半的。 为啥?他这票房不完全归制作房,得有一半被院线拿走啊,被发行方拿走啊。所以他在美国本土是亏本的,可是他在海外呢,不一样了,得了八亿多美金的海外票房。 这八亿多美金里有一半有四亿美金,是中国贡献的。所以跟好莱坞那边都乐翻天了。 其实人家在中国市场圈走这些钱,是有准备的,人家不是壮大运的。为什么?他里头加了很多中国元素,包括这里头什么,这个晴天柱跟那极其恐龙干仗。打着打着,这俩人是在那个重庆的龙武天坑那儿打,在那儿取的脚。完了一翻身就打到香港了。 而且这片子里,你看什么长城啊,鸟巢啊,旁古大关啊,这些北京的景色,随处都可以干到。 所以你看这片子里头感觉特亲切,比它中国元素特别多。 所以他到中国市场这儿来,这是有辈来的。 而且他这里边呢,特别有意思的是呢,植物广告。 电影的后一个小时里边,大概得有二三十种中国的广告。 里头什么牛奶啊,白酒啊,银行啊,熟食店啊,等等等等。 据说当初植物的时候呢,像这样的大片,植物的起嘴价一百万美元,甚至出现净价。 据说中国的这个厂家,甚至掏出来一千万美金这样的价格,往里塞广告,而且还不止一家。 说白了,就这些中国元素保证的,天哪没等拍完呢,成本差不多就收回来了。 人家干啥,不到你这儿全钱呢。 你看咱们刚才说《编辑纲》里头,有不少中国演员,李冰冰啊,吕刚啊,等等等等,还有邹世明啊,咱那全忙,都在里边打酱油。 李冰冰呢,在这里头戏份比那些人都多,因为呢,好莱坞导演麦克尔贝,非常清晰的值得,李冰冰是中国一线明星,粉丝多。 典型的中国元素加到里头,他给李冰冰设置呢,在这里边那个,一个公司高管呢,一开始设叫料什么煤,反正挺土个名字,李冰冰就不干,高管哪有叫这名呢? 自己请名叫苏月明。 所以开始那个高管输过麻花片,太土了,后来李冰冰自己找个亚洲级的这个造型师给他做的发现。 李冰冰一看呢,自己在这里头为增进中国元素,可以,他像麦克尔贝要戏,要什么戏,中国呀,车开的不错。 麦克尔贝说,好,给你夹这儿飙车,就。 我腿踢的挺高的,你夹这儿打戏。 Hello 为啥麦克尔贝这么干,值得李冰冰在中国有号召力,我给你夹点戏, 讨好中国观众,我当着全钱容易。 你看,这是好莱坞这类导演一个典型思路。